你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发明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来看这个大拇指的低指节出现这种眼形的纹路啊 夫子眼叫凤眼纹啊 代表其人呢 极为聪明啊 读书有成 事业心重 一生啊 财运不错 或者是容易出身于富贵之家 或者是官宦之家啊 能够享受到祖阴的庇护 那么拇指有夫子眼的人呢 祖其人一生啊 是逢凶化吉 待人处世灵活啊 这个老道事故 他的第六感也是比较强啊 女性大拇指有夫子眼 是主其人是望夫一子啊 大拇指如果是说第一和第二指之间出现这种偏财纹啊 这种格子状的偏财纹 这个代表聪明激进 可以获得偏财的这种 这个一些财富啊 偏财纹呢 是靠近第一指节啊 就主发达比较早 也靠近这个啊 这个拇指的根部啊 就发达比较早 靠近往上呢 就发达比较晚一些 就是这么一个 但是无论怎么样呢 都是早年呢 就是经历一些坎坷 到了中年以后 至少是过了中年 才能够有这个运势的上扬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墙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比较大 的